高雄市長陳其邁前往視察岡山社會住宅興建基地 他表示市府與中央共同合作 興建8800戶社會住宅 中央計畫興建6000戶 市府則加碼興建2800戶 未來市政府會以提供1萬戶社會住宅為目標 繼續努力 社會住宅的興建 預計我們在最近的4年內 我們會準備跟中央的住都中心合作 興建8800戶的社會住宅 那最主要是著眼於在未來 我們一方面配合我們的一個招商 還有產業的一個發展 能夠提供評價 低廉的住金的社會住宅 給我們所有的年輕朋友 來保障他們的居住權 岡山社宅預計新建764戶 將設置日照中心 社區關懷據點 生臟服務據點 幼兒園及社區健身中心等 附屬社會福利設施使用 我們這裡總共是764戶 高雄市這樣加起來 總共是8千800戶 我在這裡選擇 我們社會住宅跟中央在議談的 還有1600戶 我要拜託林副市長 務必要把這1600戶 再把它談下來 就超過1萬戶 這個要務必拜託 來讓我們的青年朋友在居住 能夠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目前岡山社會住宅已完成基本設計 並辦理統包工程 招標與施工 於9月底上網公告招標 預定年底動工 工期約三年後完工 記者李正道高雄報導